47岁贾静雯被老公催生四胎 修杰凯好男人形象翻车都是人设而已 近日贾静雯出席活动时被问到是不是要追生四胎 他无奈表示我已经生了三个孩子放过我好不好 而他老公修杰凯最近参加小S的节目时 说很喜欢孩子还想要生孩子 小S也很惊讶明明已经有三个孩子 为什么还要追生呢 随后小S追问修杰凯对孩子有没有耐心 他却说没有 小S露出问号脸 修杰凯曾经带女儿参加过亲子真人秀 他在节目中可是好老公好爸爸 和贾静雯公开撒狗粮 让人非常羡慕 贾静雯是高龄产妇 之前两次剖妇产差不多已经到了极限 修杰凯曾经很自责 表示他可以劫渣不忍心让老婆受苦 没想到他现在忘了自己说过的话 竟然隔空催生47岁的老婆生四胎 让人好感全无 爱的最高境界是心疼 他若真的爱她 不会忍心让一个47岁的三胎妈妈追生四胎 贾静雯曾说过 不会因为婚姻妥协太多 结婚是最重要的决定 生孩子也一样 一旦决定结婚生子 那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贾静雯的决定